众所矚目的焦点 他是谁呢 很多人在等一个人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今天跑场还蛮忙的 从台中台北台南 在晚上也会出现 他在跟这个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蒋万安一起合体为台北市议会的议长 陈锦祥站台造势的时候 当然也不忘了金句连发 他也提醒大家 台北市就像一个台湾的名片一样 请市民支持蒋万安当市长 让他把台北可以打造成全国最棒的国际化都市 台北就是台湾的名片 台湾的名片就是台北 台北发光发热 台湾就阿光发热 遇到全世界各国所有的好朋友 你说你台北来 你就知道你台湾了 所以台北的市长 拜托大家支持最优秀最认真的蒋万安好不好 蒋万 你们听到我在讲你好话 这是发自心里 蒋万安委员 插亮台北市非常代表台湾的名片 三件事 蒋万安委员当上台北市长 我有信心他一定会做得非常好 第一 确定台北市发展的总目标是什么 次要目标是什么 台北市一定要做全国最棒的国际化都市对不对 对 定好次要目标 那个韩国韩剧我每次看我就很感慨 五千万人南韩 他的朝鲜化没有几个懂 他的电视电影剧可以全世界这么轰动 台北可不可以做 当然可以做 所以我们的主目标 次目标 华人最大的电影电视戏剧 当然可以放台北 香港书富比拍卖 这么多艺术品文物比在香港 台北 当然可以承认华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文物的拍卖 蒋万安当市长 确定目标是第一件事情重要 第二件事情 我对蒋万安委员 担任台北市长 以身作则 清廉 不贪污 情政爱民 有绝对事情 对不对 第三件事情 蒋万安当上市长 找到一群最优秀的团队 配合他 达到台北市未来发展的城市 总目标 我们对蒋万安 身具信心 对不对 对 台北市民朋友 支持一位最优秀的市长候选人 蒋万安 拜托大家 谢谢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 今天为台北市议会的议长 陈景祥站台造势 那蒋万安在致辞的时候就提到了 这一次九合一的选举真的很辛苦 不仅是候选人本身竞争已经够激烈了 还得面对这绿营来自四面八方的侧翼抹黑攻击 他也希望10月26号当天 民众可以踊跃站出来投票 对抗战二职的选举文化 这次的选举 大家都知道 真的很担心 不管是台北市市长的选举 还是我们议员的选举 我想大家也感受到 不只竞争激烈 我想你们打开电视 打开手机 透过群组 各式各样的讯息 媒体的报导 政论节目的谈话 这一次的选举 这样的选丰 其实真的非常的遏制 我们的对手 民进党 他可以透过特定的媒体 透过网路侧翼 来刻意的造谣 抹黑恶意的攻击 我们唯一的办法 各位 就是用你们手中这张选票 告诉这个政府 告诉所有台湾的人民 我们坚定站在生理 终于这一方 对抗邪恶 二次的选举文化 好不好 上个周末 受到了泥沙台风的影响 台北市的豪雨成灾 但是市长柯文哲 人却跑到了中部去浮选 而面对了百灵桥题 外面许多的车辆泡水 这柯市长指说 市民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 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陈时中指出 这样的说法实在太没有同理心了 说未来如果自己当选 市长的话绝对不会让类似的情形 再度发生 稍微看下一个好的市长也没在意 回来不敢不敢不敢 就说你们自己的市民 自己扶着扶着扶着 坦白说 SOP很要紧 但是还是只有 只有SOP而已 也要有大人在家人 看头看尾 因为很多事情要有决定 要有人来决定 市长就是想象的要决定的人 如果他们都因为说 跟靠SOP 那市长就不用算了 是不是这样说 副市长说没什么损害 这次损害 我们要说 50几台车泡水 那也是损害 怎样说没有上海 那谁都要上海 不知道 是上海的心 那我们的心有上海的吗 有上海的吗 有 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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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会变成这样 市长副市长都说 没变成不知道 没同理心 好 陈时中在近日的两家民调当中 都是列在第三名的 而其中年轻人的票流失最多 时事评论员谢寒斌 他就直言了民进党自己要想清楚 做了什么让 这原本最支持他们的年轻人 现在不支持了 是疫苗的黑箱 是领治间的论文抄袭 蔡英文老是想靠一张 抗中保胎牌 就想拉回选票是不可能的 在台北市死无前例的出现 民进党的候选人的年轻人制度 居然是三个以头最低的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自己本身要去想清楚 你做了什么东西 让民进党这么反感 是不是疫苗的问题 是不是林治坚论文的问题 你们做的太超过太过分 以总统之姿跳下来 去跟台大对着干 才造成年轻人的极度反感 那这个年轻人的反感 可以因为一个抗中保台就拉回来吗 我个人是觉得恐怕很难 因为第一个 今年2022是选县市长 他跟国家定位 其实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就好像我看到激进党 在全国各地到处贴的那个看板 他们的候选人 包括你们中间写对面也有一个 对 就是上面写了一大堆什么习地登机啊 什么什么一大堆这些东西 请问一下你在选什么 你到底在选什么东西 我后来看来那个候选人是在选市议员的 市议员习近平登不登机 习近平当己任干你市议员的屁事啊 我都不知道你写这个干什么 我搞不清楚我这些脑袋在想什么 那你想要用这种抗中保台的东西去 诱引年轻人说 哇台湾危险啊 最近他们不是一直在打吗 说什么本来是2027号开战 你画一遍2025 2023 现在说今年年底可能就会打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叫你赶快去投票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问题是请问一下投县市长 跟老共和法打来的关系是什么 就算全国的县市长全部都是民营党执政好了 求一下老共 老共会打来还是不会打来的关系 在哪里 中间连结性在什么地方 我完全看不出来 反而我告诉大家 如果从南到北所有的县市长 全部都是民营党执政的话 我看老共恐怕非打不可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好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